Leo聊事記,天天用個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雅人最上利桃園人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杯2的比賽 這場地圖開局就需要先去蓋城鎮中心 中間有非常多的野豬 所以在前期的部分 城鎮中心也不能離這個中間地帶離太遠 不然你拉豬回來會拉到頭破血的 但是開局的時候會給你一個野生的小馬 那我們也會把它稱為兇人馬 這個兇人馬在最早期的世紀帝國的版本裡面 他用Shift移動的時候速度比較快 那現在好像已經把這個bug給改掉了 所以現在這個野生馬跑的速度就沒有這麼的快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立陶宛人選擇的文明特性 是哈特選擇的文明 那立陶宛人他的遊俠跟大洛馬 是一個正常的生息 但是他沒有三攻 所以他的大洛馬傷害會稍微差一點點 但是他是波蘭一騎兵的關係 所以傷害值也是11點 跟一般大洛馬是一樣的 那立陶宛人他的遊俠的傷害最高可以高達20點 所以他的遊俠可以透過這個減生物增加傷害者 所以在這樣地圖來說 他減生物的重要性會比其他文明更大一點 那他的立提斯傷害可以高達22點 而且還可以無視裝甲進行攻擊 所以立陶宛人是非常需要去減生物 跟保持自己的騎兵路線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卡布奇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那瑪雅人的特色是他的弓兵單位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槍兵是正常的三攻三防 而且老一擁有白血老一的升級方式 那瑪雅人他的弓兵路線還有羽毛劍射手 可以去做出使用 而且羽毛劍射手射步兵的傷害比較高一點 那這場比賽就覺得看起來 立塔萬人的這個寶兵單位列提斯是很怕 那這裡卡卡的死喔搞定了 哇這裡考取一村被哈克的村民給卡爛 自己的小馬也在鎖豬帶兔 不想讓對方給拉一隻 好拉一隻野豬一直在看 你敢拉我就敢卡你村民 好拉了拉了但是這裡離得很快 好村民趕快卡趕快卡 但是他拉了自己的小馬過來保保保保保護 好這應該拉的回去了 哈克這邊被迫開局撿一村 但還好瑪雅人開局是有村民會多一村喔 所以可以看到兩邊現在的村民處其實是沒有改變的喔 都是十村 那瑪雅人後期的白血老鷹呢 再加上這個羽毛劍射手 其實是蠻常見的一個打法喔 那後期瑪雅人也有大強兵 整體來說瑪雅人還是要多靠自己的經濟優勢喔 去打贏對手喔 好這裡村民稍微回頭打一下 那瑪雅人呢他的採集思源可以採更久 像是挖金塊挖石頭可以挖得更久一些的關係 所以比較常看到瑪雅人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這個經濟型打法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空間是在怎麼打法 那現在我的嘴破來到了第三天啦 嘴巴還是有點痛 所以現在講話還是有點怪怪的喔 好今天講兵褲卡 唉唷這隻村民有機會卡死喔 卡不起這邊卡的很極限 這邊哈克也想要爭取這隻野豬的使用權 還在卡還在卡 但是這邊頂到了 有機會有機會 野馬卡在前面 村民想要回家 有機會嗎 野豬回來了應該是沒辦法 好頂死 哇靠 卡不去這邊 野拿下了一村 哈特跟卡不去各死一村喔 好那這邊成人中心 準備要來升級了嗎 好再拉一個 好 那剛剛 哈特因為野豬一直被點的關係 所以自己村民點下了支部技術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越早點支部的人 這個村民差距就越明顯了 所以通常會有一些玩家會選擇偷支部 或者是打這個封劍前不點支部的打法 但其實這個打法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 偷支部要不要抽 我覺得還是別抽了吧 這個檢疫村其實很傷喔 好那現在兩邊準備來升到封劍時代 哈特現在的打法是比較偏向於正常的路線喔 沒有直層的感覺 好這裡來到20村 欸 撒農田 那看起來 情況有變喔 難道 他這邊是要打直層嗎 好應該是野豬剛剛不夠吃的關係喔 所以被迫撒農田喔 所以應該還是要打封劍才對 那卡不去這邊是已經到了封劍時代的升級了 好這裡還有多了兩頭豬 應該是可以打直層 可能不是太大問題 問題是要從把家給圍死 不被騷擾喔 那哈特這邊是直接上封劍時代 我就行了 然後這邊先把家給圍好 OK 那現在木門 繼續補一下 流車這個模仿 繼續吃 吃個羚羊 卡不去這邊上去 欸 發現肉不夠 哎呀 還是在等下支援呢 沒想到兩塊豬排還吃不完 這個肉量 好哈特這邊一次呢 封劍時代 先點了硬龍櫻木 那卡不去這邊也是硬龍櫻木點下 既然升不上去 就點硬龍櫻木 好 不然靠買賣升上去 其實也很傷 那沒意外的話 卡不去應該不會去選擇出兵喔 那哈特這邊呢 好像是有補一個軍營喔 先按個槍兵先去前面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你家為如何 好 卡不去這邊 風箭時代上去之後 再繼續農 好 踏起來這邊點下了 市井 那待會立陶宛人 城堡時代喔 就可以每一個城鎮中西 去補下 100個肉喔 所以在3TC開決的時候 立陶宛人不太會斷春喔 那這一點讓他 在城堡時代初期打架 會需要考慮要不要打喔 那以對方已經為好的情況下來 看 哈特應該是會打算 直接3TC開龍 然後 拔出城堡 打烈提斯的一個想法 打烈提斯有個問題喔 他的遠防比較低 如果卡布奇 瑪爾人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那哈特這邊可能就會陷入一個 烈士的情況 因為烈提斯不耐色 防禦力比較偏低一點 那瑪爾人這邊還有個大招 就是城堡時代 直接4軍營 爆老鷹 甚至可以考慮偷開一個TC喔 偷偷農一下 這個打法也是老鷹國裡面最麻煩 因為數量很多 而且還有抗招響 聲率也不是那麼的好抵抗 如果卡布奇這邊是打老鷹的話 這邊生物就很難撿囉 那應該是 選擇打羽毛劍射手 有挖石頭 直接補了一個城堡中心 黃金補在了主鏡的位置 那立陶宛人看到這個打法 決定要來轉頭石車生酬嗎 先用頭車給你一點壓力 然後我帶自己先去撿個聖物 OK 現在剪生物是立陶宛的首要工作 騷擾是其次 卡布奇這邊 趕快推羽毛劍射手 那這邊是選擇了4TC嗎 喔3TC 羽毛劍射手的路線 好問題來了 那我只有羽毛劍射手 不補個軍營嗎 按個勞鷹 其實可以輕鬆解掉這些頭車 如果沒有控好的話 OK 那卡布奇這邊 沒有打算 按倒一羽毛劍射手 趕快敘述數量來 那選擇的部分 目前撿到了一個 家裡的部分 還在防守 兩個頭石車 隔著牆 開死豬根 現在右邊的六隻羽毛劍射手 也來到了前線了 那現在這個前線 羽毛劍射手 數量其實不是很夠 而且他的問題是 二級射也沒有點下 好殺傷力 直接被頭車給拍掉 那馬亞人防身頭 有個最麻煩的地方是 他沒有做出思想 所以只單靠身率也是沒辦法 所以一定要靠頭石車 去進行反擊 好那現在浩特 沒有打算 要轉獵騎士 或是騎兵路線 甚至連戰毛兵都沒按 那立陶宛的戰毛兵的移動速度蠻快 所以其實反制攻兵來說還算蠻好用的 欸這裡頭車沒有看到 來不及拍 往後拉 哎呀這一點 已經可惜 上面在忙著控兵 所以沒有時間控槍面 好還是拍到了一下 第二下有機會 第三下呢 上面頭車一個一換一 OK 弓箭手還在修操作 但是後面我們泡在輸出 有點麻煩 哇感覺會頭破血流 趕快拉走 喔 卡布奇這個文明 羽毛娟這首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辦法很容易射穿頭車 他有二級射才會比較容易射穿 那現在卡布奇3TC開能的關係 二級射是沒有辦法在這時間點點下的 所以為什麼卡布奇 雖然弓箭手這麼難射得爆 這先頭車 他一定要點二級射才死 可以看到他傷害是6點傷害 點二級射的話好像也射不穿64 7點傷害喔 這也是一滴血啊 那目前看起來 馬雅人這邊要跨攻兵的話 還是有點吃力 現在轉個老鷹 可能還是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現在馬雅人也沒有打算轉破攻兵 羽毛箭射手 路線還在繼續 那現在3TC趕快農 甚至4TC也補下了 那哈特這邊也是把自己程度中心補到4個 兩兵走一個比較偏龍的路線 前期應該就是將火車小打小鬧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了 好,這裡排到了一下 往回拉索 好,又排了一下 那現在看起來 哈特比較有優勢 五台駝駝車還在前線 好,這裡再換個一下 哈特這邊 損失了 一台 卡布奇這個駝車打得不錯 但是沒有拉村民過來修理 OK,來看一下聖物的部分 現在另一條人是三聖物 減的速度其實蠻快 減的速度其實蠻快 再減一個聖物就無敵了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視野裡面 沒有看到剩下的聖物了 所以他應該很納悶 剩下的聖物在哪呢 好,這裡投資車再過來 嘗試打一下 沒有拍到 好,再來投資車丟一發 漂亮 這一個 哈特的投資車 這個殘盾中心要修很久 資源一直在浪費掉 在這個修 殘盾中心 這裡羽毛劍師手沒有空好 直接走到臉上 投資車拍下去 並沒有預判成功 好,這裡再拍個一下 殘血 哈特前面的投資車 控制的還算很好 兩邊互拍 就殘血 但下面這台被拍掉了 盧炮會被拍掉兩台嗎 一台被拿下 一個一換一 看起來Couch這波已經有點守住了 哈特那三台投資車 好,兩邊沒意外的話 應該到地龍時代 才會正式大打出手了 那這邊就要來看 哈特是要打烈提斯 還是一般遊俠 哎呦,看起來是要打烈提斯了 好,這個槍兵還是沒有看到聖物 還是沒看到聖物 好,這裡 哈特再先點下地龍時代 那被攻擊的那一方 這個資源量還是稍微差了一點 地龍時代慢了一些 哈特這邊打得很保守 還是有先點下戰毛兵的升級 來喝集射 那接下來 立陶礙人 只要點下塔盾科技 就可以讓他的 戰毛兵跟槍兵 遠防加兩點 非常坦 這對於Cupchi來說 是一個不好的消息 遠防實在是太高了 好,但是戰毛兵 要當成主力 其實也是很困難 也怕這個白血老鷹喔 所以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只是要看誰的 痛兵控得更好 轉兵轉得更快喔 好,這根城堡 97-98 妖音蓋好 好,頭城堡炮 直接被射掉 好,再來損失了 一隻列提斯 好,Cupchi現在看起來 是要繼續走 羽毛劍射手 雙城堡 出羽毛劍射手 好,哈特剪下三級射 一級的工兵鎧甲 利用時代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等一下 那現在哈特只會被 只會一直進攻了 不會停了 現在對手時代落後 我的戰毛兵 射成兵醫院 而且移動速度又快 欸,頭車想咋還拍不到 這移動速度是真是猛 1.06 有毛劍射手是1.20 只差他0.14而已 哇,拍掉離台 這個沒有看到 這裡要用列提斯上去解了嗎 想想就算了 不請投資機先過來工程 那現在中間地帶很尷尬 城堡要不要考慮查出位置呢 我們做防守的城堡 好,戰毛兵再過來 欸,看到學好了 點下了塔盾 哇哇哇 這個工兵鎧甲提升得很快 戰毛兵現在可以完全壓制 瑪雅這裡的兵喔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這裡的關鍵就是 誰轉兵轉的 誰比較快誰就有優勢了 那哈特這邊已經 順利的轉出了戰毛兵 那瑪雅人這邊要趕快轉老鷹了 實際國就是這樣一款遊戲 轉兵遊戲 OK 那哈特現在轉兵 比較順利一點 卡上去這邊地獄師帶還要升上去 還要等老鷹精銳升級 黃金果三級的步兵鎧甲 全部點完了 才會比較好打一點 那進去到這提示來說 鎧甲基本上是有分不一樣就是的 但是鎧甲還是要升一下 不然還是很容易被戰毛兵給射穿 好,點下了精銳英勇士 黃金果要把他趕快點了呢 現在可以點 右邊的城堡 趕快爆掉之前點一下 欸,結果不點 點化學跟三級色嗎 他這邊不走老鷹的話 好像 希望有一點茅茅 哇,因為待會他就沒有城堡了 黃金果這裡沒補下 三級色跟化學待會後面還有機會補 好,趕快找到石頭 不行,這裡應該趕快繼續挖 沒有黃金果怎麼打 突然意識到事情的嚴重心 這樣打,他是有點打不太贏的 好,老鷹繼續黑壓力 現在三級的步兵開甲,點下了 他的戰毛兵跟裂提斯 繼續往前壓制 這就是這個地方最難解的地方 你沒有白血老鷹,你上去就是虧 而且也沒有三攻 因為旁邊的羽毛劍射手 射了三級色跟化學 也不一定能打出傷害 感覺這邊要純老鷹 配槍兵可能會更有機會一點 唉唷,這個獸物直接帶走 漂亮了這個 好,但是沒有白血老鷹 還是不捨得繼續追 好,趕快護駕一下這個生女 撿到這個獸物之後 他就有四獸物了 攻擊可以高達22滴喔 16加6 傷害全滿 好,羽毛劍射手 直接往前開點 但是後面的戰毛兵往前點 直接點爆了卡布奇 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哈特拿下比賽勝利 哇,哈特這場比賽 打得是非常非常的標準 這個轉兵的路線 跟開弩的路線 都有去做好一些細節 那卡布奇這邊的問題 是比較尷尬的 我覺得沒有先投資黃金果 就是剛剛這一把的重點 如果有黃金果的話 或許還有點機會 有機會但不多的那種 但不管怎麼說 卡布奇這邊白血老鷹 在這個局面上來說 一定是首選的一個選項 那另一題是 這邊可能要多出一點 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就是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哈特拿下十五黃金石頭勝利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你看 富豪 爾瑞 請 馬尼 пош